中日之间是有双边协议的 而当初的错误就是把这个问题升级 变成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国际的问题 而且又加上中国很明显的是之后 就停止了对于日本的这个稀土的出口 就是在渔船的碰撞事件之后 还有船长被关押之后所做的这个行动 我认为这两个议题是分开的 但是大家在看的时候 总是会把这个事件带来的这种紧张关系 看了之后把它反映到双边关系的紧张之上 看起来两国好像是会往这个冲突的方向走 但是呢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整个冷战还有冷战结束之后的20年 日本的军队认为最大的威胁是从北方来的 就是从之前的苏联还有现在的俄罗斯来的 他们现在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在做这些重要的决定 还有改变方向就是他们这个新的防卫大纲 你刚才说的方向改变的时候呢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看现在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日本很突然的在过去几个月 就是在渔船事件之后就决定中国是他们的战略威胁 如果这样说的话呢这也是错误 但是日本他们的确是有看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崛起的情况 中国现在看起来变得过去更强 在军事上面呢也有非常大的进步 所以日本的确是采取了行动来保护自己 我想我们这些观察家的挑战就是各个层面都要去看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中国有兴趣的是军队还有他们的安全 要符合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崛起大国的地位 所以他们的军队会越来越强 而这对于这个地区是会有带来影响的 对于美国也是会有影响的 而各方就会依这样子的情况来做出反应 但是呢并不应该要做出 并不应该做出过度的反应 好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 我认为中共在过去的一年里 外交是接连的失败 他总想通知到一些个外交上的事件 比如钓鱼岛啊 炮击炎鲸岛岛 钓鱼岛事件啊 吸引国内日益严重的官民对立 群企事件 屡屡发生的这个麻烦 来转移国内的视线 可是通过刘晓波获奖这个事 证明了 他无论发出什么样的威胁 国际社会对所有的流氓国家 还是有清醒的认识 还是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的 好 谢谢河北李先生发表的看法 李先生提到这个刘晓波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 在这个李小波获奖的问题上呢 中国政府呢 向一些国家 表示 传递了信息 有些媒体呢 把它解读为是一种威胁 对欧洲国家是一种 一种威胁的言辞 就是说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一些国家 或者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 可以选择 这个 向中国的法治挑战 这个言外之意说 你要是参加了 李小波的 诺贝尔和平奖 或者颁奖仪式 就是向中国的法治挑战 所以这种威胁呢 有些国家 也是并没有在意 没有理会 还是出席了颁奖仪式 那么这个 在国际上是这样 在国内呢 中国除了这个 继续关押刘晓波之外 还软禁他的这个妻子刘霞 同时呢 还软禁了一大批这个 异议人士 在网上呢 进行封锁 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国内 国外 中国的这一些做法 你认为中国在外交上 这件做 事业也是成功的一笔 还是一大败笔 这个问题要回答 很困难 那我就用一个 比较不同的方法来回答 对于研究这个问题的人 如果要说他是败笔 还是成功 也很难说 因为你也是从你自己的观点 你自己的利益 你自己的想法 作为基础来做判断的 中国的领导人 以他们自己的观点 还有他们的关切 来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很难说这是败笔 还是成功 但是可以说的是 中国的领导阶层 这么的有经验 而且能力这么高 这是中国的立国以来 建国以来 可以说是最有能力的一批人 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 但是美国人总是 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决定 是错误的管理 而且也让过去一年当中 这些问题要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而美国人也觉得非常的困惑 就是说 我最常听到的一种想法 就是中国成为一个 世界上重要的领导大国 力量速度会这么快 主要是因为 有这么一个金融危机的关系 而中国的方法呢 就是回复得非常快 而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反应 却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么一个情况 让中国的崛起 变成一个领导大国的 这个速度 变得非常快 或许 领导人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办法 真的进行领导的作用 但是 这种解释呢 我们认为 是不够 不够 有利的 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事件 就知道 而且美国 还有奥巴马政府 也说过 就是要追求和中国之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 不是一个两国的集团 不是只有美中两国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世界问题 而是用一种伙伴关系的方法去解决这些我们有共同利益的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之上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那个观众朋友们他们关注哪些问题什么的看法 好 下一位是梁宁的赵先生 赵先生你好 江先生你好 赵先生请讲 江南大流先生你也好 怪这个问题我有这么看法 在咱这个文明的信求上 能有竞争日 这个电线病 这个无赖政权的存在 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耻辱 应该把他的政政权彻底解释 那天啊 那个关于这个朝鲜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南韩不演习吗 全球人都在看你们美国人家到底能够出兵 结果很遗憾 没发动战争 如果要发动战争趁着把它解除了 另外这个刚才那个江先生这个刘潇波的问题 我是这么看的 取消一党执政 弘扬民主监督 维护法律尊严 阻止腐败扩散 这是北韩民众和中国民众渴望银权平等的一个护证 也是全世界移民的护证 你那个韩国别在那个撒尿了 打动吧 好 谢谢辽宁赵先生发表的看法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辽宁的富先生有什么看法 富先生你好 我还说说朝鲜问题 其实我认为啊 这个朝鲜呢 我们大家都在问 金正日到底想干什么 朝鲜想干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想 在冷战时期 延续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古巴 一个是朝鲜 因为金正日亲眼看到了 在共产党这些国家解体以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比如说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对吧 那么通过这个 这个86年的 那个一个过程 毛主席的老婆 江青被抓起来了 子女都被抓起来了 包括罗马尼亚 齐奥塞库等等 他就像镜子一样 他看到了 所以他必须要维持自己的统治 那么怎么办呢 他实际是一种恐惧 他并不是一种强硬 他要把自己国家封闭起来 他只有不间断地 跟你周边的国家 周边地区制造各种矛盾 对吧 他非常封闭起来 所以说我认为 金正日这个 他这个统治要不解决的话 这种矛盾不会停下来 好 谢谢梁宁的傅先生 你的观点已经表得很清楚了 谢谢你 希望你以后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 下一位我们看看山东的周先生 有什么看法 周先生你好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 这个制定的外交政策 主要是以国家的利益 为主要考量 像那个 不会存在 像国内的冷战上的思维 中国跟朝鲜友好 肯定不会 不会是因为什么传统上的友谊 还是目前对中国的国家利益 有帮助吧 像这个 像就是中国跟俄国友好 也就是像取得俄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像相互帮助 还有像希望得到他的资源上的帮助 另外中国跟非洲 还有其他国家都都是 想获得更多的资源 所以说就是国内的民众 不应该指导中国的 这个外交政策上的方向 好 谢谢山东周先生 发表的看法 我们现在再看一看 这个中印关系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 在访问了印度 那么在此之前 国际上很多人评论 说这个中国和印度 是一种这个龙象之争 是在暗地里较劲 印度也在提防戒备中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最近呢 就有很多媒体 这个报道 就是似乎这个看法 这个解读 有所变化 好像这个 两国之间 现在好像关系 比较热络 是一种这个合作 或者友好的关系 你摆脱眼前的事情不谈 你怎么看 这个中印关系的发展趋势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事实上 亚洲大陆的稳定 很大一部分呢 是取决于中印之间的关系 如何发展 他们的双变关系 有好多的因素要考虑 第一 中印之间的贸易关系 可以说是比较新的 我的数据之一 就是2004年 美国的公司沃尔玛 从中国这里进口了 大概180亿 价值180亿的商品 这是一家公司的 所以 但是中国和印度 同年的这个贸易呢 却比这么一家公司 还要少 比沃尔玛一家公司还要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 中印的贸易关系呢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那么 温总理他曾经说过 中印之间呢 是有这种相辅相成的经济关系 所以 未来的这种增长的贸易关系呢 是非常大潜力的 而且两国都必须要非常重视 但是其中有很多安全的问题 我们知道 中国和其他邻国都解决了 这个边境争端的问题 只有一两个还没有解决 但是最严重的争端 就是和印度之间的争端 而印度呢 也非常的 在意他们在这个西藏的利益 这也非常的复杂 听众和观众朋友 由于时间关系呢 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谈讨论呢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国家亚洲研究局的 堪宝森先生呢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 收看和积极参与 通宵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微信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您还可以登录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印象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